当我故意嫌弃女朋友时 这个好吃你试一下 我不吃你吃吧 真的好吃你试试吗 你吃呗我不爱吃这个 你吃意思啊 啊 你不是说这个好吃吗 我尝尝啊 那你吃这个 呃那我吃这个吧 好像给他整猛了 你不是说你不爱吃 你就是嫌弃我 不是我没嫌弃你 这是要干嘛 我吃过了你都不吃 不是你 你要圆小孩啊你 我给你吃 哎哎哎哎 好饱啊 说了让你晚上少吃点 你不听大晚上怎么消化吗 走不动 不是那那咋办 你背我 我不背 你下次少吃一点 你是不是背不动我呀 我背真背不动 你怎么就背不动我呀 三二一 这些话要当冒险啊 当冒险 那下去做一百个活针 我和我哥哥 嗯那真心话也行 嗯 咱俩下车结婚 结婚 我还不想结婚 还没有想好 哦 行吧 你 生气了 哦 没有 就能理解 像你之前都一个人吗 嗯 习惯了 新玩野了是不 没有 但是我告诉你啊 这些都是假的 因为更多的时候 我们都是在想结婚 和不想结婚之间 反复徘徊 嗯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大家都渴望婚姻 但大家又都不想去谈恋爱 因为大家都害怕搞砸一段关系 害怕自己的付出 得不到相应的回应 根本不是像大家所说的 什么 啊 我享受孤独 我闯上自由 哪有人不想被照顾呢 尤其是你们女孩 你想不想去奶茶店的时候 跟服务员说 要一个茶大杯 然后拿两根吸管 因为你永远都不用担心 自己喝不完 因为总有一个人在跟你分享 其实你问我什么时候想谈恋爱 嗯 我呢 时时刻刻都想谈恋爱 但你要问我 什么时候想结婚呢 还是得看人看命 得预言 那我现在问你 你什么时候想结婚 明天领证 大冒险啊 这计划